《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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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啊 真的很開心 我想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本來以前這麼窮 這麼窮的一個地方 說一句難聽的話 要飛過都不拉死的地方 根本就沒人來的地方 現在發展得這麼好 環境也好 理由也人也多 大家外面去打工的全部都回来了 全部都到家里来了 今年刚刚开始上两天 来老外来吃饭 老外来吃过饭 就说哎呀 OK OK 就是说我们的菜做得好 去年来了好多个人 还给我合你合过你 去年一年吧 我们大概有 大概六七十万七八十万这个 就是说这片的习总书记说 清山绿水清山 清山凝山这句话确实是说得好 我们就靠这个绿水清山 没有这片清山绿水 没有我们现在 那么当初就觉得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就是我们的绿水清山 那么怎样把这个绿水清山我们能把它利用起来 就是说绿水清山怎么转化为清山银山 当初就觉得你既要保护环境 又要产生就是把树叶子变成票子 那必然我有一个途径在这里的 那我们当初就瞄准了一个生态旅游 就是我们有整个产业生态旅游有引领 就是像裸心宝这种项目的引领 所以我刚才说带动了 带动了一批 带来了一批搞生态旅游的人才 也带来了我们生态旅游这个理念 群众他会有引领的 他发现这个生态旅游 也许我造十间房子搞农家乐 我还不如就一间房子 我搞生态旅游的羊家乐 可能我产生的效益比十间房子的农家乐 我还要搞 西部山雀环境容量它还是有限的 假如我集中在搞农家乐 我实际上也会把我的生态环境破坏掉 所以我们就搞到这种低密度的 生态的就是民宿家旅游的模式